- 大家好,欢迎来到林东奎聊建筑 东京车站的姐妹车站,新竹车站 以及虽然已经拆除 但美丽身影升职人心的旧基隆车站 都是同一位设计者风奇万常的作品 这位建筑家绅士不凡,但又个性古怪 今天就来和大家介绍他的故事 松奇万常出生于1858年,名义上是唐上公家提则长的赤子 唐上公家的意思是幕府时代可以入朝易政的宫庆 后来又过继给贵族甘露寺盛藏 无疑是显赫的权贵弟子 但是日本的史学界考证他的身份其实更不得了 他其实是孝明天皇的儿子 但是为什么后人会知道这件事呢? 孝明天皇驾攻的时候,宣读遗照时 松奇万常也和天皇家族列于唐上一起听遗照 他当时才9岁就被分封到天皇原本在京都的旧领地 松奇村以及四姓松奇 1871年,松奇万常跟随盐昌使节团离开日本之后 就留在普鲁市就读中学 并且由皇室支付生活费 大学继续就读柏林工业大学的建筑系 他的老师就是后来被聘估到日本的建筑家赫尔曼安德 1884年,松奇万常毕业后受封南绝 并且返回日本,进入皇居玉造营事务局及临时建筑局 出任建筑局公事部长 他的人生看似一帆风顺,飞煌腾达 回到日本的松奇万常 十年27岁就主导了官厅集中计划 当时这个计划为了打造符合新国家气象的壮观首都 将木匠、砖工、泥水匠、板金工、涂装工、石板瓦工 门窗五金、化工、镶嵌玻璃工、雕刻工等 20名工匠职人送到德国学习西洋建筑营造与工艺技术 对于西德西洋建筑设计的建筑技师提供了确实的技术支援 同时松奇万常带领的陈也金吴、和和好葬、金木赖黄等人 成立了研究日本建筑的核心机构造家学会 也就是今日的日本建筑学会的前身 虽然创立委员会就举办在松奇万常家中 但是他无意担任领袖 而是聘请曾经留学德国的外交官金木周葬担任会长 可见松奇万常淡薄名利的个性 但是更难以理解的是他在1896年借口因为妻旧的行为不减 需要负连带责任的原因 连先皇班正的爵位都归还给政府 成为一介平民 在民间自行开业的建筑师松奇万常 因为厌烦东京的官场交际 而搬迁到东北的工程县先台 只留下了77亿银行本店等为数不多的作品 而为了曾经担任台湾总督的贵太郎设计宅底 是松奇万常和台湾渊源的开始 1907年因为台湾总督府铁道部的招聘来到了台湾 展开松奇万常建筑创作生涯的高峰 松奇万常来到台湾之后 他并没有居住在日本内地人居住的社区 而是先住在西门外街 也就是现在的内江街 后来搬到了八甲丁 龙山寺的附近都是本岛人的市街 他对于台湾风土环境和建筑风格 想必相较于其他的日本建筑家有更为深刻的观察 包括新起街市场 也就是西门红楼 大道城工学校 也就是现在的太平国小 他都使用了在日本的建筑不曾出现过的平面造型和风格语惠 他曾经是男爵的身份 起初在台湾也无人知晓 直到过去曾经受雇于松奇家的庭源司 被聘到台湾总督府任职之后 才传出他的声势 如果松奇万常身在现代 以他对于台湾的认识 一定能够成为跨越国界的台日文化交流大使 说到跨越时空的串联 大家是否也时常多想要了解日本 看一些日本节目却被地区锁定呢 现在只要使用Surfshark VPN 就可以轻松破解区域限定 让你一秒切换IP 也可以轻松切换到其他100多个国家 另外Surfshark VPN 军事级的加密技术 也让我们的个人资讯 不会在使用公共WiFi的时候被盗取 有我们满满的保护 同时还有CleanWeb功能 除了阻挡广告外 还可以挡掉恶意软体跟钓鱼网站 现在就点击专属连接 或输入优惠代码 就可以获得专属优惠 还多送三个月免费使用 如果觉得不需要 还可以在30天内全页退款 赶快来试试看吧 松奇万常 先是任职铁道部主托 主管铁道建筑的公务 当时的铁道部长 长谷川警戒 正在为了即将通车的 动贯线铁道上井发条 在这样的背景下 松奇万常参与了 野川一郎 辅导客戟设计的 台湾铁道饭店建筑外观的规划 除了铁道饭店之外 代表台湾门面形象的基隆车站 以及现存台湾使用中 最古老的新竹车站 也都是他的作品 这两座车站 分别采用红砖与仿石器的表面 高耸的中塔 也树立鲜明的地标印象 航运时代基隆 有着台湾头的称呼 1908年启用的基隆车站 已经是清代建造铁路以来的 第三代车站 肩负日本皇族 进出台湾 参访现代化建设成果的 门面地标功能 比起同样在20世纪 初期兴建的第二代台北车站 还要华丽细致 松起万藏设计的基隆车站 以红砖的屋身为主要的构造 转角和窗框 则点缀了白色的带饰 略有成也式的风格 搭配了金属屋架 马萨式的屋顶 典牙美观 时钟的尖塔 则为同时期车站建筑的典型配备 玄关车记 采用铸铁雕花栏杆所构成 柱子由三根一组的 柯林斯式小柱组成 撑起了一个网格状的棚架 上面在适宜花草和鸟类图案的装饰 御人皇太子 刑起时 曾经从他熟工的作品下面 通过前往乘车月台 留下了清晰的影像 入口朝向东南方 车站广场前的后车大厅 在二楼设有大型的圆拱窗 这是古典风格的火车站 常见的设计手法 它的开窗可以为室内带来充足的采光 连接车站本体后方的第一月台棚架 也采用铸铁 雕花柱和木造的雾面板 而从月台角度 还可以看到车站的后方 也有一座小塔楼 高度仅比马萨市的屋顶略高 但是具有作为背面视觉的重点 平衡前后比重的功能 并且将相近的与会 延续这后方衔接屋顶高度不同的月台 设计手法十分纯熟 从当时的设计图面上 还可以看到松奇万丈的签名 二战时期 基隆车站略受空袭的波及 但是受损并不严重 战后整修 仅将原本屋顶上牛眼形的老虎窗拆除 并且为了增加室内的使用空间 将原本通透的回廊加上了墙面 结果缺乏通风环境 加速建材金属 构造潮湿绣石老化 以及木材的腐朽 在1967年 就拆除改建为 现代主义风格的 钢筋混凝土的站体 老车站的风华 只能在照片中缅怀 而第一月台 精美的铸铁雕花月台棚架 则是使用到2011年才解体 而到了2022年 林佑昌市长任内 部分重组 展示于战前的广场 1913年落成的新竹车站 是新竹的第四代车站 同样由松崎万场所设计 但是在砖造的柱子上 再加上模仿石材气道的 洗石子覆盖表面 整体看起来像是由石头所气道 比起砖造的金融车站 更加的沉稳厚实 有关新竹车站的风格 时常可以搜寻到许多的介绍 说带有巴洛克还有哥德式的风格 其实这两种风格 在新竹车站都没有出现 我们将其归类为 西洋古典历史主义比较适合 也有人认为石器的外观 表现出德国建筑刚硬的线条 外图的中塔屋面线条 造型像是头盔 搭配厚重的屋身 就像是一位头戴军盔的普鲁士军官 入口玄关的柱子 采用塔式杆柱式组成 刻意夸张化收纷的曲线 凸显矮胖的造型 呼应整体厚实的风格 拱门挑高到二楼的高度增添气势 大厅的采光则仰赖位于 二楼高的四座连续拱窗 闭面立柱在女儿墙模仿 陈朵的造型凸起 其中玄关后方的两座 及侧面一座阶梯状的山墙 具有日耳曼民族的建筑风貌特色 内部砍入牛眼窗 就像在看顾着旅客送往迎来 新竹车站的外观 原本并不对称 在偏西南侧的左翼屋顶 比起右翼多离层退缩 平面也更长 有学者推测 这是设计者为了回应 车站前的两条道路 让观看者从现在的中正路 和林森路等不同的角度 都能够望向车站的中塔 但是这样并没有办法解释 为什么非要用不对称的设计 才能达成 战争时期 历经了空袭 导致左翼毁损 战后台铁接收并未修复 成为左右对称的外观 往后持续地向两旁 增建办公室 立面宽度越来越长 整体的比例已经与原设计不同 后来又加上了电子钟 和压克力灯箱 原本美丽的风貌逐渐被掩盖 1995年 台湾省政府省长宋楚瑜任内 决定将当时已经列为 二级古籍的台中车站迁移 以便进行铁路地下化 由开放空间文教基金会 发起了保存新竹 台中 台南 高雄等车站 成立全台推动台湾火车站 保存再生行动联盟 进行联署 包车宣讲等活动 呼吁社会对于保存老车站的重视 1998年 省政府指定新竹车站为省定古迹 1999年改为国定古迹 2000年进行整修 终于拆除了灯箱和电子钟 恢复旧帽完整的外观 2007年 松崎万丈之孙 松前孝广 赠送新竹市政府 合金英树苗 并且探访车站 2013年 举行车站竣工100周年的庆祝活动 童年与东京车站 递结为姐妹车站 引荐人 是北白穿工能久亲王的后代 竹田恒泰 他到场致辞 松崎万丈除了这两座精彩的车站作品 也参与了台北厅的市区改正计划 共同设计象征现代化的西洋式街屋 对于台湾近代化的风貌贡献卓越 1916年松崎万丈受雇于台中厅担任雇员 设计由台中官民捐献新建的台中工会堂 这也是他建筑生涯的终点 很可惜后来在台中市长林伯荣任内 已经拆除新建自由路停车场 1920年松崎万丈的次女 出嫁前松原凡的凡主后代 他返回日本东京参加婚礼时染病 1921年逝世 享年63岁 松崎万丈的儿子松崎明长 自幼随父亲来台 继承了父亲的艺术天分 就读总督府中学校的时候 受到图画科的教师石川新一郎的启发 1916年一毕业就与同学合开画展 他返回日本 就读早稻田大学商科 以及担任政府官僚时 仍然持续地出场画作 1932年再度来台 任职总督府数物科 后来定居嘉义智利创作 名名松崎雅琪 作品多次入选福展以及台展 1934年 松崎雅琪与话坛人士 推动成立台湾美术联盟 成立大会的会场 就在松崎万丈设计的台湾铁道饭店 发表联盟成立的演说 延续传承家族的荣光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林东奎聊建筑 我们下次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